好 当塑化季的风波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时候 总统马英九在做什么呢 他是忙着上演变装秀 上午他参加了北一女校庆 先穿上了小绿绿的制服 晚间回到母校建中又换上了建中制服 跟小学弟们一起庆祝母校生日 但或许是最近塑化季的风波真的让他累坏了 马总统一度口误把台北市议员王正德叫成了立法委员 回到建中母校穿着高中时的卡齐制服 总统马英九现身建中校庆 不过可能因为塑化季风波越演越烈而心不在焉 马总统竟然误把议员当立委 我们立法委员王正德先生 怎么变立法委员了 对不起 市议员王正德先生 现在比较少接触立法委员 这不代表任何意义 马英九口误一度引发政治联想 实在很尴尬 不过一天要赶好几摊 马总统似乎真的累坏了 就连讲的冷笑话用的都是同样的老梗 在毕业典礼完之后到法学院的合作社喝果汁 那个时候还没有塑化剂 还算安全 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到福利社喝一杯果汁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塑化剂 上午马总统到北一女参加校庆 一样入境随俗 穿上小绿绿的制服 本来希望借此拉拢年轻学子们的心 但全台笼罩速毒风暴 马总统却还庆幸自己没喝过 冷笑话开过头 现在超过八成民众要政府负责 支持度不断下跌 马总统不知道还笑不笑得出来 三连新闻做不到